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 静鹏工业公司平镇三场昨日满间发生火灾,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灭火, 其中有七名消防员与一公遭大型机具压住, 造成五名消防员丧生火场。 据了解, 静鹏工业平镇一场在2000年11月就曾因工厂机具热煤油一流, 引燃柴油酿成火灾, 当时消防员及时灭火, 也顺理救出五名员工综合媒体报道, 静鹏工业工厂昨日晚间发生大火, 酿成其死悲剧。 据了解, 这不是静鹏工业第一次发生火灾。 2000年11月15日下午4点多, 同样位于平镇的静鹏工业一场三楼建入起火, 南侧厂房冒出浓烟, 由于厂房三楼宿舍出入的楼梯被浓烟阻断, 消防队员先架旅梯将五名受困在窗边的员工从窗口安全救出。 而因工厂一楼堆放硫酸, 二楼堆放盐酸, 都是危险有机溶剂, 消防人员便将火室控制在起火场区内, 最终花一个多小时扑灭大火。 而当时静鹏公司声称其火点是堆放杂物的仓库, 并不会影响营运。